隔離完全不一樣 去嘛 昨天晚上 馬上離開 然後呢 全額退款給我們 有搞錯嗎? 我們要去哪裡找到一個月的住宿? 我們要去哪裡找到一個月的住宿? 都超髒的 看一下天壇的地獄 こんにちは! 今天呢 是我期待已久的 我要來訂我要去東京住一個月的住宿 因為我們這次是要住一個月 如果我們用像那個 阿古達或是普京島康來訂的話 會超級貴的 所以我們這次用的是不一樣的方式 是用一個叫做 Sumika的一個網站 而且它這個操作超級超級方便的 你主打說 你可以直接用手機就可以訂好你的住宿 這真的 它就上面有這樣寫 所以我現在呢 要開啟我的老師模式來教大家 我是怎麼訂我一個月的東京住宿的 其實會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的話是比較簡單的 直接我們在它這個網頁的開頭這邊 你就可以直接說 假設今天我們已經知道是要去住東京 那我就是可以選這個東京的地方 我們就點下去 我是用這個方式 你們大家看到這個首頁的時候往下拉 這裡有一個叫做有我們提案 所以呢 你就可以把你想要的一些條件呢 直接向這一間公司說明 你直接寫中文也OK 那你要用日文也行 所以就是呢 把這個填一填填填填填之後呢 你就把它送出去之後 最快的話 它大概一天之內它一定會回你 它就會回傳信件給我 那它就會把我們想要住的呢 它的金額全部都把它列在這邊 其實很清楚 你什麼費用會被收 然後哪一些是零元等等的 其實它都會直接把它列在這邊 也會跟你說總金額是多少 好這裡就有契約書內容 它就會先給你看 看一看你確認之後呢 你就可以再傳訊息跟它說 我已經確認好了 因為我已經付完款了 所以它是出現這樣子一支付 那這邊的話它就會一個 你說 我已經確認你已經有 把款項給我們的公司了 那這樣的話其實就已經完成了 入住的前一天 它才會把要如何進去 還有那些鑰匙的一些密碼 才會告訴你 所以可能就是要等一下 等一下我就來開箱這間飯店給大家看 那你跟照片呢 蛤? 格局完全不一樣 去 到了 這個就是要陪我住一個月的地方 這個就是要陪我住一個月的地方 這一間它叫做 Davie Hotel 它這邊是位在台東區 在潛淘附近 這裡應該蠻方便的 對面還有一間西門 哦 你看誰用來的啊 怎麼打的名字 哦 比較大的 KOKOK 不好意思打擾了 不好意思 那你跟照片咧 格局完全不一樣 好哦 我們現在遇到不難 就是我們剛剛進來發現喔 跟我們預定的房型賬不一樣 我剛剛收到了 他又給我的一個訊息 我們這邊入住 然後呢 他在晚上7點的時候告訴我們說 昨天晚上馬上離開 然後呢全額退款給我們 呃 有搞錯嗎? 昨天阿恩就跟他說 我們不可能啊 我們是外國人怎麼可能 馬上就可以找到入住的地方呢 他就跟我說 啊 因為呢我們現在的那個設備啊 然後還有房間呢 其實一樣的那個房型呢 全部都已經沒有了 都是滿的 所以沒有辦法幫我們做更換 那因為我們現在住的這個房型呢 跟我們想要住的呢 其實價格是一樣的 所以也沒辦法幫我們做補償 最後又補說 哦 如果呢我們今天可以搬出去的話 那一樣也可以退五千 他最後又補這個 有哦 現在說的啦 我們要去哪裡找到一個月的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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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昨天進來的時候我們看到 除了遇到這個問題之外呢 都超髒的 我們看到的東西啊 像那個 廚具啊 然後還有床單 床單你看到是不是還有那個 斜印還有腳印 還有破洞 還有破洞 還有雙面膠黏在從牆壁上啊 其實他電視算蠻大的 可是你這樣看這個距離的話 那會瞎掉 這聯盆頭長得蠻可愛的 第一次看到是什麼 透明 你現在不懂房型整個笑不出來耶 對啊 遇到 給的備品就是只有一副嘛 然後之後住一個月的話 就都算我們自己去買了 不給的話也要退錢 要退多少 一半 一半?! 太多了吧 我要訂沙利 黑型的包包 整理的這個包 水桶包 然後結果來了是腰包 是這樣的意思耶 我花一樣的錢 可是他的功能性都一樣啊 不一樣啊 我看照片有沒有想 啊不然幹嘛附照片 照片就是要知道 我要住怎樣 我不是用照片來選擇 我本來以為我們這一個房間 會蠻不錯的耶 結果今天遇到這個問題 我有一個朋友 留學的時候認識的 他叫Jerry 他剛好也是跟我們同一個期間來這邊 住一個月long stay的樣子 然後他住的飯店真的是跟我們全部一樣 因為我這個是沒有人管理的 我想帶大家來看一下 他住的到底有多好 看一下天堂的地獄 看一下天堂的地獄 歐斯卡 你也來一個月嗎 對但這邊住16個晚上 這附近才蠻多店的 真的耶 東皮就在這裡嗎 啊對 東皮就在這邊 好讚喔 OMO5 那你為什麼會想要再選這間飯店住16天 第一個是那個交通 因為這個飯店大概三手線上 再來的話第二個是價錢 如果你住10個晚上以上的話 大概一個晚上是5000日幣左右 這幣值我覺得是可以接手 哇 所以你再過一條馬路就到了耶 歐斯卡 歐斯卡 它是星野的喔 星野下面比較便宜的牌子 歐斯卡 請坐 邪魔姓嗎 尋關耶 它有全身淨耶 對 太可愛了吧 你這一間星野的飯店是怎麼 訂的呢 喔 這個的話是在他們那個日 文的官房上面 要用日文的才可以訂嗎 對因為那個 黏婆的法拉要在 在日文的話 它還會有 如果你這樣用蘋果或裝完 它好像看不到 請你喝自由的 使用手術 我來新野集團的那個飯店 偷偷寫回來用啦 好方便ですね 推一個拖鞋給我 那我9號的好了 還我耶 好用 好吧 我還是叫人家來好了 不好意思 昨天5階 買了衣服 我買了衣服 但我買了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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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現在沒有衣服 那我買了衣服 對 對 你買了衣服 我買了衣服 請你來 阿牌 現在的感覺 很尷尬耶 很尷尬耶 他剛剛也很尷尬的臉看著 對啊 這很得來不易耶 大家看完剛剛的兩間飯店啊 其實最大的不同就是在於 我們訂飯店的管道不一樣 為了要讓大家出去玩的時候呢 不要跟我一樣氣泡泡 幫你統整了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個的話呢 你如果要用我剛剛用的那個史密卡 你要注意喔 簽合月的時候你可以看一下 他有沒有寫隨機房型 也就是在他簽合月的時候 你要看一下他到底有沒有寫到這個 因為如果有寫的話 你就可以不用去跟他整論這件事情 就是像我們在那邊很不爽 就是因為他沒有寫 而且他照片我們就覺得會跟照片一樣 是因為這樣子 好 那所以這個的話要去注意一下 嗯 再來呢 就是說我們只能用書信往來 他的櫃台是沒有工作人員在的 所以就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遇到的事情的話 就是沒有辦法有即時的求救的方式 如果你住我那一種飯店的話 你要去知道說 你要去承擔一些風險 像我們那時候 住的地方都會停水停電啊 我就大到一半的時候 沒水了沒電了怎麼辦 那你就沒辦法求救的意思啦 這樣子 那這一個 另一個方式的優點就是說 你可以用到比較便宜的金額 預訂到 可能你在Bikin.com也有看到這個方形 但是你用這個方式的話 它會比那邊便宜很多 除了剛剛我講的那個スミカ 我用的那個方式以外 其實還有很多不一樣的 專為長租型設置的網站 譬如說像 GOOD MONSTERY 然後還有一個是 GOOD LOOM 還有另外一個是叫做 REAL ETHED 專為外國人設計的那個 日本不動產 就是你要去日本租房子 或是買房子的話 可以用這個網站 我會再把這些放到資訊欄裡面 因為這些我自己實際是沒有去訂過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長租型類型的這種 嗯 訂房的需求的話 你還是可以去 這一些去做比較一下 那如果想要再知道詳細的細節 它寫什麼的話 可以在留言區跟我說 你想要再知道這些細節 我會再去跟大家說明 所以另外一種方式的話 就是像Jerry一樣 它是直接去星野的官網訂購 那它這一種的話就是 可以免除掉我們剛剛的一些問題啊 所以就是有問題就可以即時有人去幫助你 那這一個的話 這個方案的話 可能你還是要看一下它的檔期 跟它有沒有讓你一樣有這個價格 因為Jerry他很幸運的就是有 嗯 找到這一個方案 嗯 所以這一個方案的話 也是可以再去自己摸索一下 就是看官網每一個 到底有沒有這一種方案 這個也是一個 常駐的時候我覺得是 嗯 最安全 然後也是最不會有問題的一個方法 以上就是我 我遇到的一些經驗 跟我覺得可以分享給大家 不要讓你的旅行不開心 如果你有遇到一些 可能你覺得OK的一些飯店的住宿方案 然後你有用過的長租型的 歡迎到下面告訴我 然後跟我分享 我也是想要知道 嗯 所以 這次的影片就結束囉 いいね コメント チャンネル登録 お願いします また次回の動画で会いましょう バイバイ